我以史诗百态品人生滋味,欢迎来到一关古今 近世房隶属内务部,本来是负责管理太监和宫女奖地或惩罚的机构 后来近世房太监也掌管皇帝交购之事 在近世房眼中妃子们事无巨细 每天做了什么与什么人接触等任何事情都有记录 若皇帝想找妃子事情的时候 一般都由近世房供上一些牌子,由皇帝翻牌 随即选择事情妃子 皇帝翻到谁的牌子后便会扣住 然后太监会把这些牌子交给另外一位负责被妃子进龙房的太监 让他下去打点 被选中的妃子要洗澡 然后让太监用毯子包裹起来送上龙床 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防止妃子携带凶器或者药丸 二是皇帝比较省事 由于这个机构能够简洁的左右妃子是否能够为皇帝产销龙子 因此宫中凡是在近世房中任职的太监 基本上都负得流油 无论是皇后还是妃子们都会讨好他们 让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皇帝与自己之间的关系 近世房太监要处理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皇帝的后代繁衍问题 当皇帝结束生育工作后 总管太监会询问皇帝是否想要留下自己的龙种 如果皇帝不希望这次有孩子生下来 太监就要着手相关措施 避孕躺不成功就得补做人流手术 所以太监的记录本真相当于生死库了 没记录在案的孩子一律都活不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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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